早晨 欢迎来到5月8日一周讲股 陆叔上周五行指 上周跌近300点 下周升回D 收报24476 一周跌了二百多点 外围消息方面 油价跌了 拖累三通油股价跌 另外国内有资金面的 对未来的后市有什么影响 我们分开几个看法 上周跌幅差不多 因为香港只有三日工作日 主要是星期五的跌幅 令到整个星期下跌 因为星期五的跌幅曾经超过300点 后来收回部分失地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第一 美电拉得高很多 七七八几 近两年也未试过七七八几 是否真的需要资金流走 我又觉得未必是 最重要是 有很多人叫我解释 为什么美电现在这么高 但是你会发觉香港的拆息 是没有升 是否资金流走 资金流走最显现 除了美电的升 拆息也会飙升 之后会发觉 如果美国真是农于加息 有机会香港就会跟随 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是飙升高了 大家自从上星期的议息之后 会发觉加息的机会 在6月份多了 是 九成多 大家在言语之中 近期经济方缓 是短暂的现象 大家觉得他会对整体市场 不会因为经济突然调整了一点 减慢加息 不会 所以债息上了 其实美国的息口 现在跟香港的息口 如果算是 Interbank 同业拆息 其实高了很多 高了差不多接近0.5至0.6厘 所以有套顶的功能 套利 因为香港有联系汇率 始终套利 机会比较多 我沽了港元 再买美金 去套0.5的息口 所以变成套利 所以变成套利 令港元 好像弱了一些 人们一直沽港元 买美金 买美金就越买越高 所以变成套利 变成套利 但其实不是资金流走 是人们转了美金 是套利 所以变成 加息的话 港元 香港也未必一定跟随 除非将来一个月 是港元 港元 港元的职业 是由债息再飙高 或是港元 港元 就麻烦了 香港有机会 跟随加息 还有什么跌 刚才你所说 国内资金是很紧的 紧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查数 现在很多借贷 政府要停顿了 查清算才放税 所以现在借贷市场 和上高借贷市场 突然借贷 要给高少少息 所以会影响投资情绪 会影响企业盈利 从而见到国内A股 过去两周都跌了不少 星期五那天曾经跌穿3,100 后来达上来 但A股 3,100个点 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日 你见到它跌穿3,100 港股中资股跌得很厉害 其实你过去 现在A股市 不太多 4,400 仍然是24,400 但不要忘记 有三只股票 一直跑赢大市 一只70 腾讯 一只1299 有邦 另外一只 现在加上汇丰 加上汇丰 汇丰 汇丰 没错 所以靠这三只股票 其他股份 尤其中资股 国企指数跌穿了 跌穿了1万点 是 其实技术性很差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指数 其实如果说五穷 我觉得也不是五穷 是4月底开始 中资股调整得比较急 跟着A股指数 调整得比较急 你说五穷 全都穷了 我又不觉得穷得很厉害 不过现在的情绪 投资情绪 尤其中资股方面 稍为大家会觉得 比较差 所以可以调整大家的心理 不过不要紧 我觉得不爱穷得很厉害 就算整体来说 不要看恒生指数 如果个别的中资股 有机会跌多一点 我想流货机会大 但A股我不看得太谈 就算去到3050 3060点 也有机会发生 但将会来 只要紧之后放松 不会一直拉紧 现在在查数 但角度很紧 一个数据查到 没什么特别的事 就会立刻放松 第二 A股究竟立不立即 MSCI指数 是6月份 会决中 也会有刺激作用 所以对A股来说 最好 A股跌下来 如果外资知道 将会进入A股 一定会在市场买货 所以6、7月 是一个好机会 A股 吸纳到时候 英国扯款中资股 所以5月才有一个穷点 让大家买到好货 所以千万不要气馁 这段时间 除非说手送很重货 没办法 我抵受不了 你就应该要减持一些 令自己 心理负担不太大 因为5、6月 确实会比较 升的机会少 跌的机会多了一点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 要休息一休息 要等一等 等机会来到 才计划 才好 但我觉得中资股 一定调整深一点 大家买入 不妨 因为反弹力 一定在第三季度 会很强烈 所以观众要看定一点 再调整低一点 趁机可以入市 刚才你说的一样 我忽略了刚才你提过 那些油股 游国组织将会开会 没错 这段时间 美国博了梦 博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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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岩油已经多了 还要出油 又不是油国组织 所以人家减产是增产 所以很多看到龙妖 现在很多人都怕美国这样的情况 搞乱了派对声 油国组织将会搞对抗 人家说我现在不减产 那便是弊价 油价有机会跌得很急 现在人家平仓 再一次跌穿50 人家的锋芒 沽售 所以这期跌得比较急 你看到三桶油都跌得很急 尤其是883更加急 857更加 跌得少是386 即是中石化 始终做下油多 而且有分岔概念 业绩好 有色派 但始终大家都累斗累 但不怕 始终我经常觉得 有看我的节目 我永远觉得 有调整才会有便宜 没有每次追贵货 所以才好 这个时间应该 除了看我们节目做多些功课 讨论一下哪个板块 我一直说的板块很多 一带一路的会 应该高峰会将会 是这两个星期来的 我觉得 你看到这两天的调整 虽然不多 但也有调整 10000宗交建 调整到10.04-10.06 中间水平可以 着量吸纳 另外一只118.06 上星期也看到 它开始有少少 止跌回升的迹象 大家亦可以着量跟随 调整得最多的 我认为近期 第一季升得很厉害的 水泥股和钢铁类股份 但水泥的价格 确实升了 不过近期 因为升幅过境 业绩的比较预期 好得好 你看到四月底 和五月头 调整得很急 反而调整得急 我觉得有机会 例如1313 华润水泥 在三个九银钱以下的水平 不妨分段及纳就可以了 尤其914 安徽海螺 亦是市场的选择 跌了这么多 因为多多少少雄安概念 已经开始 市场没什么想法 2009的金预就知道 不过永远都在 不过炒得太厉害 现在回到合理水平 等大家在这个时间 做充分的调整 才进入 我想金预2009 即是否回到调整 将年口补一半 在三个半至三个六月水平 不妨可以大家买入 至于观众方面 今期有两条问题 第一个是问883 油股 油股确实是币 我刚才也解释过油 为何会看得淡一点 不过不要紧 油国组织 真的会一起继续减产 油价不会跌到哪 美国真的要生性 现在地缘政治 有紧张也影响不了油价 油其实是不缺的 最重要是现在的 吸油量其实越来越少 而且现在天然 所谓的能源 新能源是越来越多 所以变成油 油价要大幅反弹 真的有多难 只有有没有机会 在低位培回 我们以四十五元 至五十五元中间上落 883 如果九元买 又不是贵 近期跌得比较急 有机会反弹 但我觉得反弹 始终要走 因为883 贵到业绩 比预期好 但不足以大家可以继续继续 反弹之后 便走 宁愿如果真是忠情三痛友 我建议你换马比386 便会好些 好吗 另一位观众 还问恒大 43333 恒大这位观众 很有趣 我不知道他以前赢了很多 五元买 六元走 六元买 七元走 到九元 九个半 差不多接近九元 九个 尖顶上落 就突然跌下来 恒大在上个月尾 靠自己回购 很大量的股份 将股价托高 所以亦见到 批股的机会很大 回购股份之后再批 因为公司负债比较重 但是靠自己回购 我觉得不耐久 所以近期 整个内房股 其实都跌了不少 不只是跌 所以恒大 九元零三 应该真的要放止蚀位 如果你跌穿了 其实早前跌穿了八元 或者七个八的水平 你要止止蚀 现在我想七个半 休息一休息 但我不排除 会有机会 由六元边上来到九元 调整一半 就是七个半 七个半如果挺得住 就可以了 如果挺不住 有机会回落 六元也不够 所以要小心 趁反弹 估出会比较好 近期的内房 暂时要多看两个数据 才知道 近期内房整个板块 都有调整的出现 因为开始 调控越来越厉害 小心 看位置要走 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陆叔和大家分析 如果想继续紧贴股市走势 记得留意SKY FINANCE的FACEBOOK 或YOUTUBE的FAN PAGE 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和大家见面 拜拜